哈囉 所有中天娛樂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們是 Energy 我是Energy的牛奶 我是阿滴 我是Toro 我是樹偉 我是昆達 我們這次訪問會盡量給你一個有默契的訪問 對對對 有默契啊 我剛剛停住啦 我沒講話 Shot 我有沒有感覺到好像跟之前體力不一樣嗎 因為16度真的很累 你沒有試過嗎 越來越 總是先不用 膝蓋會斷掉 我覺得我們本來的底子都在 再加上付出到現在一次一次的調整 我覺得我們的體力有越來越回來 狀態也越來越回來 那你們現在有做團長嗎 有在 邰哥啊 他已經坐在中間跟你聊了 對啊 我這是家長席耶 對啊 長輩席 跟什麼擔當 你們有沒有聽到什麼 當當喔 我是年紀最大的擔當 即將結婚擔當 生爆霸擔當 結婚但還衛生擔當 他是 什麼爛擔當 這什麼爛擔當 這什麼爛擔當 那他是沒擔當 當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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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 你們覺得變最多的人是誰啊 每個都問這個問題 我 因為 每個人都問這個問題 每個人都問這個問題 你在講他 不是我沒有沒有任何意思 只是說 真的每個人都套起這個問題 代表這個問題 大家都很想找到 大家很關心 大家關心 我覺得 我回到Energy 我在學著變幼稚 對 因為我覺得 這個團需要不同個性的人存在 那我可能覺得說 這個團可能要一個孩子氣的人 你確定 確定啦 確定 我補充一個我覺得 乃哥讓我蠻意外的一件事 就是 結果這次回來之後呢 很奇怪 他在群組裡都翻一些他硬碟裡的照片 三不五十丟一個 你看昆達以前戴一個什麼帽子 什麼都想 你怎麼會有這個照片 搞了半天 他都收著 他用情置身 他用情置身 我覺得我個人就是看到照片 就會回到當時的那個狀態 跟一些感動 我們當時的回憶 真的是人生很 現在回想起來 真的都是很美好 我們真的發生了好多事情 那雖然在當下 可能都是很 很 很崩潰啊 或是很怎麼樣 很崩潰是什麼事情 通告各種狀況啊 我們以前 去活動的時候就會要 肩膀搭著肩膀 因為工作人員顧不夠 顧我們工作人員不夠 變成最適合的人 誰相信呢 我相信了 沒有什麼能把我們分割 從一開始大家都想說 好 就回歸嗎 之前你們有說好像 當時會分開的 編輯有一些意見上 或想法的規劃不一樣 就前幾年會覺得 相較我們五個人 這十幾年的分離吧 它略顯疏遠了點 所以你看我們之前都講過故事 就可能大家都沒有他的電話了 你也蠻疏遠的 你也算疏遠的一員 對 所以只剩下兩個人比較有點多 他們都 因為他們後來再經營 三個人的團體啊 我們有時候在工作上 不得已還是會碰到啊 對對對 不得已 不得已 都在目前 對對對 沒辦法 我覺得 這一次在復出 讓我覺得很大的不一樣 是我們現在 溝通事情都會 真的是 五個人坐下來好好的講 我覺得幾二十年前 或者十幾年前 我們那時候就是因為 少了一個這個溝通 所以才會導致後來的 種種事情發生 是 其實我們會這次復活也是在 更五月天更早之前 就是我們坐下來 好好的真的花一個晚上聊天 聚會之後 然後才有了就是 五月天的邀約 對 在成為嘉賓那時候 其實我們根本也沒想過 我們要付出 對 對 然後到後來也是 相信開始跟我們結束之後 我們也才一步的 真的 好像可以做這件事情喔 而且經過五月天嘉賓那一場 我們發現 好像我們的出現 會讓大家很感動跟開心 甚至感受到 希望 人生是有希望 對人生是有希望 我覺得這一次演唱會 賣票的狀況 就給我們很大的信心 很大的信心 對 然後也會讓我們覺得 更要把這演唱會做好 做好 對我們七月份 備戰小巨蛋這件事情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排隊型 因為五部 我們差不多我覺得 現在團員大家都有能力 把它 記起來 我講的是不是有點心虛 確定嗎 對我覺得我講的有點心虛 這你們的大嫂團都支持嗎 當然支持啊 對啊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好事啊 對 而且是一個很 很難得 很不太容易 做到的一件事情 然後看到 前面幾次 你說像 紅白的表演 然後 大巨蛋的表演 然後他就會覺得說 哇你們其實真的還是很厲害 這樣子 我老婆也是跟 家庭差不多 就是他一開始可能想要嘉賓 五月天嘉賓只是一個 你們去玩玩 可是陸續看著我 他就看著我這樣 然後很認真投入在 練舞 錄音 然後跟他們其他團員 然後一起去完成未來的很多事情 所以他知道我們是完真的 所以他當然支持 沒有理我們支持 我老婆也是啊 對對對 就是跟大家一樣 你會覺得說這樣子分配時間 會少一點在家庭上面 我們組合 我就是有先跟大家講說 我就說 那可能稍微幫 因為我小朋友現在 就是 需要爸媽 對需要接送 所以我 稍微提了 可是他唯一的條件 就是在我們 複合著 唯一的條件就是 送小孩 好爸爸耶 真的 就盡量啦 盡量 我沒有這個問題啊 跳過 你有立辦嗎 不是啊 你問的是結婚的耶 對啊 我老婆算是 他不只支持 他算是 他 我爸應該蠻常看到他 對 地嫂等一下要帶那個 飲料又要來 他現在是不是在門外 沒有 他去幫我 然後追門 因為隨時 隨時開門就是喔 他也單純只照顧我 而是照顧 就是團隊的所有人 我們在山上拍 台北各地的有名小吃 全部被他老婆 一網打信帶來 生活製片 生活製片 因為其實中間 還有不同的程度嘛 小剛 對 本來有沒有想說也要找他 其實這是初代團啊 對 對啊 其實這很簡單的答案 最早Mayday邀請我們 當嘉賓的時候 我們唱的歌 也就是復刻當時跟他們 在2006年 是吧 2005 2006吧 當時的演唱會僑站的復刻 那時候其實就是沒有小剛 我們演唱也是前一張專 第一張專輯的歌曲 而且主要也是因為 我們五個人都認識Mayday 對 我覺得不排除之後 如果有這個想法 或 會再把它招回來 因為畢竟他也曾經是Energy 對 一直會繼續走下去的嗎 還是他就是一個 比如說像期間限定 我們其實不會 就未知未來去做任何的設定 都是一件一件突然出現 對 充滿了驚喜 珍惜現在的每一刻 然後珍惜現在身邊的人 還有所有幫助我們 對 還有支持我們 或許我們只是五個人開一家面電 也是繼續Energy 對 Energy面電 對啊 就是各種形式都是Energy 所以唱功的部分都練好了 舞蹈的部分都準備了 繼續 繼續 7月底以前還有時間 歡迎來檢查 那現在可以檢查嗎 來 等一下我先揉一下膝蓋 先剪刀石頭布 剪刀石頭布 剪刀石頭布 來 你們兩個 來 你們兩個要不要 想一下 我跟你講跟阿迪的時候 就是我蹲 好 牛奶蹲 來囉 5 6 7 8 7 3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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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的朋友 猜拳